一拳超人是由漫画家万于2009年开始创作的战斗系少年漫画 并于2015年改编成的TV动画获得了巨大人气 而眼下正值一拳第二集的热播之时 今天我不说剧情 不谈制作 就想来专门聊一聊一拳超人的战斗体系 这时候有人就要说了 我擦成漫画里主角打谁都一招秒你说个毛的战斗体系啊 好吧 设定上老师确实已经天下无敌了 但作为一部本质群像剧 其他角色的战斗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而范氏作为一个熟练背诵准大将级若黄复级的战力杠精爱好者 今天就来一本正经的聊一聊一拳中的战力分析吧 关前提示 本视频以TV动画和重制版漫画为主要剧情依据 和外面的原作版可能有出入 有失误的地方大家自行补充 一拳超人连载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虽然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战力膨胀的问题 但总体的战斗框架还是相当稳定的 这套框架的基础就是战力等级系统 英雄方面 从低到高被分为C B A S四个等级 反派方面则是狼虎鬼龙神五个灾害级别 乍一看卧槽九个专有名词复杂的不行 但其实绝大部分的剧情只会用到其中几个 首先是反派方 灾害级别代表了其对人类的威胁程度 能直接反映战斗力 最底层的狼级就是典型的臭鱼烂虾炮灰杂鱼 几个普通成年人就可以解决 而高一层的虎级 则是稍微强一点的臭鱼烂虾炮灰杂鱼 比如深海王的那群小弟 原则上需要五名B级英雄 或者一名A级英雄去应对 然而主角在三年前 还没开始锻炼 还有头发的时候 就已经单枪匹马干掉了虎级的螃蟹怪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我吐了也变强了 主角还是上班族的时候 就已经是A级实力了 在网上的鬼级 就是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设定上它指的是 能毁灭一整座城市的危险度 实战中可以看成是中小Boss级 比如前期的文字女 深海王 以及后面怪人协会里的那一大坨精英怪 原则上需要至少一名S级英雄去应对 剧情中大部分能叫上名字的野怪 都是鬼级起底 而比鬼级再高一层的龙级 则是剧情中真正意义上的Boss担当 设定上拥有毁灭数座城市的威胁度 比如波罗斯海这团的三大将 和怪人协会的几大干部等等 至于比龙级还要高的最高灾害等级 神级 指的是能导致整个人类灭亡的危机级别 至今没有在作品中明着出现过 注意我说的是没有明着出现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而相较于灾害等级 英雄等级的理解就简单的多 我给你们概括一下 C级 杂鱼 B级 杂鱼 A级 大杂鱼 S级 Superhero 对 就是这么真实 C到A级的英雄评判 其实主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度 本质上就是些做公益的志愿打杂仔 但S级不同 S级是名副其实的战力认证 因为他的判定条件只有一条 那就是能否单挑鬼级 所以做一部鬼级满地走的战斗漫画戏份方面 你懂的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B级E位的地狱吹雪 和A级E位的甜心假面 都是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升段位 他们的真实实力都远超名义上的排名 总的来说 一拳的这套等级系统 说简单也简单 因为在打戏中 真正有戏份的等级只有三个 鬼级 龙级 和S级 但说复杂也超级复杂 因为这些等级实际表现出来的上下线差距 真的好夸张啊 同为S级英雄 性感囚犯被鬼级的深海王不淋雨就轻松击败 而战力龙卷却可以一招秒杀鬼级的百慕章鱼 同为龙级灾害 波罗斯旗下的五头将军可以同时对战 原子武士 金属球棒 性感囚犯和银色獠牙 四名S级英雄 而怪人化的夜火疾风两个龙级 竟然被S级的闪光flash一人秒杀 更不用说蜈蚣长老这样的龙级巅峰和暴山这样的龙级之耻了 不过想想也很好理解 人家作者确实说了 龙级是能毁灭数座城市的危机级别 但他没说具体是几座呀 毁灭两座也是数座 毁灭26座也是数座呀 所以个别龙和龙之间的差距还真有可能比龙和虎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那这种时候为了更好的理解 我有两个方法教给大家 第一种就是学习贴巴海贼王精神 把每一档战力进一步细分 原作的狼虎鬼龙神我们可以扩充成 准狼级弱狼级阵狼级战狼级 准虎级正虎级强虎级强虎级鬼弱级鬼下级鬼中级鬼上级鬼颠级 龙齿级龙下级龙中级龙上级龙卷级龙颠级 我操我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呀 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化繁为简回归初心 不去管那些花里胡哨的战绩细节 而是抓住最本质的设定 一拳超人的战斗逻辑其实属于非常典型的跨阶秒杀制和绝对差距制 不用查都是我献编的词 跨阶秒杀指的是对战双方只要有段位上的差距 那战斗结果一定是毫无悬念的秒杀 不存在势均力敌的战斗 S级就是无条件秒杀A级 龙级就是无脑秒杀鬼级 哎那不就是死神吗 啊不不不死神那个叫随机秒杀制 根据作者的心情你可以秒杀我我也可以秒杀你 我们的相互秒杀率处在量子叠加态中 而绝对差距指的是不同段位之间存在绝对的 无法用数量弥补的实力差距 再多的A级也堆不死S级 再多的鬼级也只能给龙级当小弟 所以恶狼即使受了重伤 面对4名B级英雄和4名A级英雄的战术围攻 依然能反杀对方 弄明白了这些 对战力等级的换算就变得清晰多了 英雄方面 能单挑虎级的就是A级 能单挑鬼级的就是S级 怪人方面 能秒杀B级的就是虎级 能秒杀A级的就是鬼级 而龙级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战力波动实在太大 强如黑色精子能秒杀S级 弱如夜火疾风能被S级秒杀 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加精确的被秒单位 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被交给了 杰诺斯 说出你的实力 我 我是终端S级战力 放屁 被蚊子女捶到自爆 被阿修罗秒成渣渣 被深海王在陆地上摩擦摩擦 深海王可是鱼啊 所以 你的实力只有弱鬼级 哪泥 作为出手最多和吃鳖最多的S级英雄 变强前的早期杰诺斯 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珍贵的英雄战败资料 在他的现身下 我们终于完成了这美观又简洁的战力公式 能秒杀B级 那就是虎级 能秒杀A级 那就是鬼级 能秒杀杰诺斯 那就是龙级 所以 虽然没有标注 但能一招秒杀杰诺斯的战力龙卷 是妥妥的龙级 而一拳捶翻杰诺斯的阿修罗盔甲 其实也是龙级 对 人家只是吃了个出厂早的亏 但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龙级啊 然后 我们再来说说最强的灾害级别 神级 虽然剧情中从来没有明正出现过真正的神级 但在很多读者眼中 有三个人都算摸到了神级的门槛 分别是 怪人协会的首领 大蛇 怪人化之后的恶狼 以及宇宙霸主 波罗斯 前两者都有过秒杀S级 碾压龙级的超强战绩 绝对算得上准神级 但因为春田的重制版中 他们俩的剧情还没有完全展开 这里就不细说了 而波罗斯 就是动画观众也很熟悉的一个角色了 我个人觉得 他绝对算得上神级灾害 虽然战绩不多 但其展现出的实力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架时 卧槽 所有S级一起上估计都被他秒杀 至于为什么没能封神 是因为一方面在剧情中 英雄协会从头到尾就没有见到他 更别说贫瘠了 另一方面 在剧情之外 作者恐怕也想继续保持一下 神级灾害的逼格吧 不过话说回来 要说一拳中除了老师之外 最强的角色是谁 那肯定也不是波罗斯 而是一个剧情中早早就出现的角色 那就是 主角梦中的弟弟王 唯一一个让他全力以赴的对手 好吧没办法 毕竟设定中就是最强的男人 能不被他秒的只有他自己的梦了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纯属娱乐 一拳超人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作品 他的看点绝不仅仅在于战斗之上 但如果你碰巧对我这种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式的战力分析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说一说你心中除了主角之外 最强的人是谁